大家好,我們是老少爺瑪琳 最次新丑年大甲媽祖烙金金香 在離開大甲橋的那一刻,正式踏入旅程 沿路會經過非常多的廟宇,一間間進去參拜,一間間進去欣賞 如果有機會,你一定也要來參與 真是很有意義的九天之旅唷 到達了第一間廟宇,清水植雲宮 你以為可以稍微休息片刻嗎?錯! 如果你動作不快一點,又要被追上了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參拜及蓋完宮廟應後,轉身出來的那一刻發現 欸咚,三六時事到了!只好等待媽祖國進來後,專門群鳳擠出去了 喝 很餓喔! 很餓喔! 很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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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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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餓爆而已 超餓! 從離開大甲橋,終於吃到東西 真心感謝每一個點心站 好吃的小麵包,簡單的鋁箔包裝飲料 就足夠讓路途中的我們感受到滿滿的溫暖 很餓死了! 來到今日第二間廟宇,無極正安宮 老實說過去都只有Ryan進去,我們都在外面等待他 今年是我第一次走進去,突然發現有請期後的我,也因此收穫到不少 這間廟宇廟房人員非常貼心 直接派兩位負責人協助大家過路,讓整個參拜過程更加有效率 緊接著來到第三間廟宇,清水潮心宮 此間廟宇除了是出發時必經廟,也是於第八天住家一晚的廟宇 祖寺天上聖母,至今已有兩百年的歷史 有機會的話,一定要來走走喔! 在此,不得不感謝這間佛巨店,每年並拜訪借廁所之處 今年就算現水也一樣大方開放,讓所有信徒們可以進入小小的解下方便 今年人潮真的比往年多很多,可能去年太臨時就開始 也可能大家悶壞了吧,甚至到哪都在排隊,到哪都是人 在這間佛巨店,到達第四間廟宇,露寮福德宮 一開始抵達時,我以為要蓋宮廟的人還紮麽的遠 爬了一下赫然發現,喔!不是啦!他們在排捷運餐 是要去廟門口旁邊蓋啦,喂! 三三國王 對!就是祖寺三三國王的殺戮保安宮到了! 每年到這裡都是非常的熱鬧,各方信徒熱情接待 從第一年走開始,對這裡的印象就極為深刻 敵人 一起偷 Premier 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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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联 鬧 vehicle 找你手前盤 你百分之二 就是要怎麼看 放手臂 移達近日第六間廟宇 下入玉皇殿 我記得還沒到廟門口 就看到長牆人龍 在右手邊排著冰虎菠蘿遊 走進廟門後 從蓋章到鍋爐 一個末字形一次搞定 出來後還有好喝的米漿豆漿 搭配包子油條等著大家 真是間貼心的廟宇們 波王大多多走到這裡 就前往殺戮火車站回家了 而今年在此與家人我們告別後 繼續向前走 有走過這裡的人你們也有同感吧 我沒有像你跑步機的波路 差不多 對 後人路 再高一點我就封掉了 終於抵達了殺戮符亨宮 很多人會不落進去東進路 直接鎮南路繼續走 但真的有機會要走進來這條路 除了能到符亨宮參拜 向前走還能抵達當地最著名的 殺戮青山宮喔 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一進門有非常熱情的廟坊人員 直到說我要收集宮廟印蓋漂亮的本分 他還特別跟我說 最後面那個大張是最美的 去後面蓋 如果他沒有跟我說 我想我也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就不小心錯過了吧 如果明眼你們也有來的話 記得他們的每個張都非常的有特色喔 有時候我就在想 有時候我就在想 生活再多苦難 真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而至少我們是媽子的孩子 總有個寄託可以讓自己生活下去 冰存有了最基本的 生存能力的夢想以及希望 疫情亮相雖然大家都會驚慌 但只要我們團結 終於一天一定會回歸到正常的生活 這是大獎媽教會我的事 走到這裡時打開手機發現 已經默默消耗了1000大卡 剛好平衡了吃東西的熱量 我們三個真的都睡眠不足 本來要坐香客車 討論一下後 還是決定留給更需要的人 我們直接在路邊叫騎乘車 拍個外掛 直接前往下一站 大度外進攻 影片到這裡也到了一個段落 這一系列的影片算是紀錄片吧 如果你也喜歡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一起回味那九天發生的事情吧 掰掰